香港的反映今天也有两个人 一个就是邓家彪 邓家彪也很好笑 邓家彪现在开始组织的辅助 说要小额钱债动Tekler 我不知道他肩造是怎样的 他很好笑 他说要小额钱债动他 但他说小额钱债也好 都要你自己的辅助自己露面申请才行 即是怎样 即是说你要做邓家彪的人欲报警班 我才肯帮你 其实你现在这些示威 任务真的很多 虽然最贵的是四千多元 你给得起这些钱的人 通常都新娇欲贵 就不会像你在这些后面做报警板 真的去美领馆前面示威 不会那么狠狠的 不会像这些这样的 这些是收钱来做事 你本身给得起四千多元那些 他就给了你就算了 分分钟就是 即是你现在见到邓家彪那只 找回邓家彪出来 邓家彪是很好笑的 邓家彪是找不回 邓家彪他就说 他现在对美斯 对美斯或者Tedler 他现在还在捉住Tedler 他说现在有七天的最后通牒 对Tedler 就要你做三样东西 第一就是要你道歉 道歉就要承认责任了 你不要以为道歉不用做事 道歉就意味着 你就要赔偿了 所以通常 你叫人道歉 就不是那么容易 尤其是商业社会上面 你叫人道歉是很困难的 你叫人道歉 一个星期内道歉 然后赔回钱 就是回税 人家就是不肯回税 为什么呢 合约已经保障了他自己 简单说 就是 长波都已经打了 你要我回税 只有一种条件 就像施朗那样 我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我说明我真的伤了 我真的走都走不了 然后你主办方 就停了长波 然后回税 然后再赔回酒店食宿 给人 但是现在是讲 长波都打了 不是 你没得救了 你把约写了 他说要退钱 退票 道歉 但是问题就是 你看了 你看了很难搞的 所以你精明的 签约者 你要保障自己 一开始就写到明 如果求生受伤 我索性不要 不打 深圳会做 你不会做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人家会签约吗 你不懂吗 两个原因 一是 你懂得签约的人 就被你弃开了 你不止用Tekna 这间公司 是用人为亲 甚至乎 你用签约的人 那些专才 都是用人为亲 现在香港就是这样 香港就是灵要 灵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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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的人是很业余的 在工作下 签约的 又不懂 用人为亲 是不是 用Tekna 那Tekna呢 那为什么他签约 那样 可能他自己就不懂得签 就是体育 就是体育盛事 他自己本身是没有经验 昨天留言板 都有人问我 都有人问我们 喂 你们说那么多 你们好知识很多 那究竟知不知道 如果做体育用哪家公司 甚至昨天 就是 就是日本那家 什么 Never Say Never 第一 你可以用 Never Say Never 听回来 施健章也有介绍过 香港也有一家 叫Pro Event 都做到 Never Say Never 的水平 但是问题 你不肯用他们 我就怀疑 我就怀疑 其实就是现在 一朝天使一朝神 现在香港的人 尤其是中联办 换了人之后 整个精英阶层不同了 开始用自己Friend 的人 是不是 就是以往 旧精英 用开的 那 已经不肯再用 是要将自己 那些 商业上的亲信 都带入来 你说这一件事 就是补充 我们在不同的渠道 听回来 就是说 这个 就是在 上两个月 圣诞假的 所谓 区议会选举 那 大家 就是整天 拿出来笑 又说 不是吧 候选人的名字 都可以印错 候选人的名字 都可以印错 以前民建联 没有这些东西 为什么突然间 我们都听回来 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 你要用某些主任 指定的人 用人为亲 就是这样 你现在要权 又要钱 选举 选举 尚且如此 何况你讲 今次搞这些 所谓的姓氏 为什么要肯定 姓氏经济 你要肯定 主任的朋友 是不是 你不是说过很多次 就是现在 你早前 《华尔加日报》 都说过的 好像不知道 《华尔加日报》 还是《Financial Times》 就是说的 就是现在在香港的精英阶层 开始在变成的 就是现在你接职的人 又或者甚至乎上市的人 都开始在用大陆的一些law firm 是吧 开始在用 其实这个做法 安永执买 就是你不仅是政治上 用人为亲 你投标上面 你拿个公权力之后 你出去投标 被工作人做 这些东西都开始用人为亲 香港是由上难到下 是这样 因为他觉得 这是2019年的一个结论 我们说过很多次 就是引用路透社 2019年9月的报导 就是林郑就借着一带一路论坛 这个机会 阿龙又重新连线了 再打给他 他借着2019年的一带一路论坛 他就去招呼了很多 那些国企央企的大春代 来去见林郑 那时候就是说 要跟他们商量一件事 就是说是否可以 给多些空间 在香港接管 那些外企的生意 其实这件事就是那时候订下来 喂 接回了 接回了 在香港 将那些外企 那些垄断的行业 将他们逼走取而待之 说过这件事 但问题就是说 你讲走别人 别人是带走他们的know-how 带走他们在香港 行之有效的一套技术 专专业 那喂 大佬 你整个政治版块 带动到经济版块都移动的时候 那你就就是全面地大陆化 政治上面大陆化 继而是经济上面都大陆化 是吧 所以为什么你拍肩膀 那些 喂 山寨厂找那些 找人去外判那些 做那些下三纜的做法 但你现在在香港就是在做 你看到香港越来越多工业意外 是呀 是呀 心照 是啊 你现在就是这样 甚至 再补充 刚才你说的这些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潘畅雄 我们都说得明白 沙中善丹之后 你赶住了潘畅雄 潘畅雄在 站国阳的台那里都说得很清楚 你赶住我不要紧 我成天人 就是台湾 新加坡 大把老板打电话给我的 我无所谓的 那损失的是谁呢 心照 真是白蛤 现在呢 党媒定了姓之后 大陆有个记者 他又说收到封 现在呢 国家定了位了 将他定性为 国家级敌人 那些什么呢 就是贤姐那些 走出来说 美斯不配 为什么不配 你已经今时不同 往日了 你已经是老将 我不看球 但我都知道 如果没有美斯 我们就不会看这场球 然后就说 很多人没有美斯 就不看这场球 真正要交代的人 就是美斯 快点出来解释 人家微博就解释了 人家记者会就解释了 你解释完后再解释 那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你最后 你觉得不适合 就是你想画公仔画出场 说真的 昨天啊 我们结束了节目之后 本来打算准备第二节 就在看霍濟哥那些长文 他那些所谓的长文 他说不可以就这样算 是的 被大陆佬网布 其中一个留言 都很有趣 因为那个留言 你玩签字文 大陆佬不懂签字文吗 他就是 大陆佬就是用很多不同的球员 说着美斯所说的严证 就是说 喂 美斯在某程度上 都是硬上场的而已 很多不同的球员 说着的就是 福古沟发言 都说着 就要停赛一个星期吧 那美斯停赛五天 就算少了 你想他怎样 还要周居努顿 是吧 是啊 还要做你吉祥物 你真的不知道 其实是 最后面的那句 最重要 就是说 霍启江你老婆是运动员 是啊 大陆的运动员 又差点 大陆的运动员 虽然他都会签约 但是大陆就不是很重视这些合约精神的 所以 怎样金桑子 喂 废人士找他 我自己索性金桑子 引他的样子下去就可以了 是啊 是吧 你真的不用搞这些东西 大陆都没有法治 是吧 那你这样玩别人 那别人就玩够你了 是不是 就是 人家做个第一牛郎 叫做侮辱你 是吧 美斯 都不是侮辱的 那 Roland 他除了是第一牛郎之外 他无论在Twitter 还是在YouTube里面 都很厉害的 对于美斯来说 我招呼一个 在日本新相識的朋友 也无分季节 那是否等于做鸭 是不是 他 是的 你当是 他做公关 高级一点 就叫做公关 是不是 但是现在人家见牛郎 都不见你特首 是吧 那当然 你特首被人制裁 牛郎有没有被人制裁 没有 不 反过来 一样东西 那个是 你见到美斯精神很多 就是 就是 告诉你 私人时间 见一个 新相識的朋友 那我当然开开心 我当然会放松 但是 香港的安排 你霍启刚自己都爆了出来 Tedler 是用尽你所有的私人时间 就是 要你招呼 15万招呼他那些无谓人 他的客人 你说 霍启刚 是不是说 向香港人 那个伤口灑鹽 跟着 然后 杨潤红 就说 他会和很多 香港人都不开心 那 七百五十万 香港人都很不开心 那 我就说了很多次 得罪你 杨潤红 不等于得罪香港 七百万人 两样东西 是吧 现在 你说 在霍启刚 的伤口上 灑鹽 反而我吃花生 吃得好惹味 是不是 即我们说 基本逻辑 根本就是 你这些西冠 和Tedler 代表不了我们 尊重运动员 代表不了我们 你看看这条片 你看看这条片 美思几七文 他是对你 唐超黑面 他坐大巴酒 那时候 你见他 很有笑容 是吧 这件事 已经是他走的时候 你见到他 是这样的 而且 他还有 他见到 患癌病的儿童 现在我们画面 看到这个 就是五岁 有老肿瘤的 Even 他小时候 已经是足球 五岁 由小到大 都喜欢踢球 他很喜欢 但是他 一个就是 十九岁 十九岁 叫敏泰 是吧 又患有 拨性 林巴勒 他就说 美思 2014年的时候 已经是他球迷了 特别欣赏他 乐观正面的性格 在患病的时候 正正是 美思的奋斗故事 就激励了他 即是 积极打到病魔 他这次 更加可以见到 美思真人 他起码看到 这两个 小球迷 他不是说 对所有香港人 黑面 不是的 就是这样说 昨天 施健将也有说 综合一些报道 或者综合 大家 不知道 在酒店里面 看到美思 基本上 美思是对所有 的球迷 都是非常非常友善 友善的 是的 尤其就算是15万 那些 15万 那些 你给了钱 都可以 也要有些礼貌 其实你就会见到 最后综合所有的资料 是不是对所有人都合面 其实不是 总之 你的大球场 很不幸 你特首不出现 便没事 唐超不出现便没事 就是 黑狗人争的是权贵 不是香港人 不是球迷 美思 由始至终 对球迷 是非常非常友善的 所以他是侮辱你 不是侮辱我们 是两种东西 所以 叶柳 香港people 欺美思 你根本就失实声明 是的 这个就很好笑 这个就是 另外